郭德纲和前妻胡忠慧离婚的时候 郭麒麟还非常小 现在很多网友谈到这件事 都是在讲胡忠慧没有眼光之类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评判不可取 快30岁的人了 依旧一事无成 也没有什么稳定收入来源 整天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说相声 尤其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之后 胡忠慧终于彻底失望 儿子留给了郭德纲 胡忠慧远赴日本 从刷盘子干起 后来自己做生意积累了亿万身家 可见他也并非平庸之人 郭德纲没有任何能力 照顾年幼的儿子 于是把郭麒麟放到父母家里养着 他依旧去闯京城 希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郭麒麟曾经讲过 小时候看到父亲会很害怕 因为一年见不了一面半面的 就像本来生活的好好的 忽然来个人 然后说我是你爸爸 故事后来的发展 很多粉丝都一清二楚 郭德纲运气绝佳 遇到了贤惠的王慧 后来两人恋爱结婚 生活逐渐改善 然后郭德纲把儿子 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郭德纲推崇严厉的挫折式教育 给郭麒麟制定了很多的规矩 现在看来确实有点 同情大林子的少年时代 其实郭麒麟的童年 就谈不到多快乐 因为家里边大批的徒弟都在 那时候也怕他学欺负人之类 所以说处处呢 就是让他先让着别人如何如何的 在餐桌上 自己喜欢吃的菜 等到被人不吃了才能冻筷子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小事 郭麒麟哭了起来 郭德纲直接把他赶到门外的走廊里 很多年后 郭麒麟在采访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能坐在这里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运气 这样的教育方式不可复制 王慧对郭麒麟视如己出 随着弟弟郭芬阳的出生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郭麒麟的潜意识中 肯定对此也是排斥的 自从工作后 郭麒麟就独自一人出来租房住 因为工作原因 郭麒麟回家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少 在节目中 甚至说出了三天两头 老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看看 为了能和儿子见面好好聊聊 不惜利用公司的名义发通告 虽然郭麒麟内心里很排斥这样的通告 但是身为德云社的议员 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 郭麒麟的潜意识中 可能把自己当成了外人 尽管公众面前始终温文尔雅的大林子 在家里内心也有些酸楚吧